今天呢咱们来说说江西平乡陈诗案 江西省平乡市有一县是上丽县 上丽县福田镇明山村 这就算是当地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 在这个村子里边啊 有一村民叫张义军 他呢家庭情况啊在村子里边算是中等吧 家里呢有两辆农用货车 他跟19岁的儿子张小华一人开一辆 平时呢就忙着给人拉货 平时也是衣食无忧 2010年7月9号 这张义军的儿子张小华一早开着车就出去了 出去以后可就再也没和家人联系 当天下午5点左右 这张义军呢就给儿子打电话 一开始啊通了 但是呢没人接 再打就已经关机了 当天晚上张义军左等右等 也没等着儿子回家 一宿都没回来 张义军说呀 儿子很懂事 因为开货车拉货 知道父母会担心他 每回出去拉货 都会给家人报个平安 这一次张小华人没回来 电话也没打回来一个 所以啊 这一家人过得不踏实 一宿都没睡好 张义军呢也不敢往坏处想 心里边就盼望着 小华可能手机呀是没电了 第二天一大早肯定会打电话回来的 第二天早晨可没等着张小华的电话 继续拨打他的手机吧 这时候发现张小华的手机打通了 当时听到嘟这么一声 哎呦这张义军的心里这个痛快啊 总算通了 看来真是手机没电了 可是在这儿不停的嘟嘟 始终啊就没人接听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 张义军的手机响起来了 一看这号码张义军可兴奋了 乐得都不行了 谁打来的呀 张小华打来的赶紧把电话接起来 可是这一接张义军就惊呆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呢 并不是张小华 而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你儿子已经被绑架了 准备十万块钱赎人 随后绑匪呢 发了一条内容相同的短信 让张义军立刻拿钱赎人 挂了电话可就再也没联系了 张义军第一时间就想到报警 求助警方 当天上午张义军还有家人 来到福田派出所报案 因为案情重大 值班的民警呢 就把相关的案情啊 报告了上立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办案民警陪同在张家人身边 试图一起等着绑匪的电话 或者短信 可是绑匪啊 也许是知道张家有警察 不但没打来电话 连短信也没发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7月11号 张义军离开派出所 一会儿就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电话里绑匪就说了 你竟然还敢报警 我还要绑你家的大儿子 绑匪的嚣张气焰呢 让张义军非常的惊慌 不过呀 说的他的大儿子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儿子 而是张小华的堂哥 民警呢 就突然想到张义军报案的时候 陪着他的一个人叫张强 神情恍惚 目光游离 无论是言谈举止 都有点不太正常 不过民警呢 也不敢贸然的做出判断 因为这张强啊 还有一个身份呢 张强是张小华的姐姐 张小慧的男朋友 专案组通过张强的社会关系 经过缜密的侦查 最终锁定张强和一个叫王富荣的男人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当年7月12号 警方依法把两个人就控制住了 张强是江西省莲花县人 1988年6月出生 2006年9月份 没考上高中 他呢 被家人送到了北京 在一个民办的职业艺术学校学习 照理说 父母含辛茹苦啊 那真是敲碎了骨头缝 都为了好好攻击他 但是呢 他也不好好学习 对艺术专业知识啊 那甚至都到不了一知半解的程度 张强呢 别看学习不行 打扮的挺时髦 说是时髦 其实就有点沙马特啊 把一头长发就染成了那种酱黄色 他呢 虽然不懂什么艺术 但是啊 总是效仿艺术家的派头 到处的惹是生非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 张强就没有安分在学校读过书 他呢 在平乡市一带打工 并且啊 正式的和张小慧谈起了恋爱 张强呢 个头不高 打扮呢 也非常的怪异啊 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无论是张义军还是张义军的妻子 都看不上他 竭力反对女儿和他交往 在反对的人里面呢 当然也包括张小慧的弟弟张小华 2010年春节之后 在家人的反对声中 张小慧呢 也逐渐意识到 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不具备 张强也谈不上 可以托付终身了 于是呢 张小慧就有意的冷落张强 还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去了 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张强慢慢淡忘了我 放弃了我 这也就得了 对于张小慧的变化 这张强恨呢 他恨谁啊 他恨张义军夫妇 认为啊 就是这老两口影响的啊 导致我女朋友不愿意理我了 他不爱我了 他就发誓 我一定要报复这家人 张强知道 在这个家里边 张义军夫妇最喜欢谁啊 最喜欢唯一的儿子张小华 把张小华灭露 就能让张义军夫妻生不如死 2010年7月9号 张强啊 就决定谋划绑架张小华 当天下午4点左右 就叫上了同伴王富荣 由张强以送货为借口 打电话给受害人张小华 就说呀 要拉一车货送往安远 张小华呢 也没戒心 来生意了挺高兴 很快开着自己这农用货车 就来到了平乡卫校 到这儿啊 就接上了张强和王富荣 当他俩上了车之后 几乎是同时掏出刀来 驾到了张小华的脖子上 迅速的把张小华的手脚就捆绑结实了 用棚布条把张小华的嘴给塞住了 之后呢 他们把货车开到了平乡市锅底潭水库边上 用汽车的那棚布 把张小华包起来 就扔在了锅底潭水库里面 张强王富荣 这算是正式落网了 专案组呢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立刻组织警力 到平乡市安园区 武陵镇长潭319国道边上 找到受害人生前驾驶的农用货车 接着呢 来到了平水河 这条河呀 流经附近居民区的华粪池 16名侦察人员 在7月份啊 那家伙是酷暑啊 热的都不行了 跳进这又脏又臭的河水里 经过7个小时的打捞 终于找到了一个涉案的物证 也就是张小华的手机 7月15号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办案民警呢 押解着两个绑匪 来到了平乡市锅底潭水库 指认抛尸地点 锅底潭水库 是平乡市最大的水库 也是最大的蓄水工程 总库容 2215万立方米 水库在蓄水期间呢 最深可以达到60多米 案发时是7月份 7月份呢 是枯水期 尽管是枯水期 水库从水面到湖底 深度依然能够达到50米左右 按照水利专家的介绍 水库越往下 这光线越暗 到10米以下深度的时候 那就是昏黑一片了 别说在这么大的水库里找具尸体 你哪怕就是这么大的水库里 你找一辆大卡车 大客车 也会非常的困难 不过你要是打捞不到张小华的尸体 那这案子还没法推进了 根据法律规定 受害人尸体是最关键的证据 否则绑架杀人案 无从谈起啊 绑架谁了呀 杀了谁了呀 不能空口白牙呀 得通过尸体来证实 为了能尽快在水库里 找到张小华的尸体 上立县公安局第一时间 就联系上了南昌市的一家水下打捞队 这个打捞队呢 就来到了水库 仔细查看了水库地形 测定尸体抛弃的大概方位之后啊 打捞队连续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作业 可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捞上来 那么张小华真是被绑匪沉湿水库了吗 如果说他确实是沉湿水库 为什么尸体没有找到 有关这些疑问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张小华被自己姐姐的前男友啊 给绑了 这个事儿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俩人呢也都抓到了 但是呢 这案子没有办法继续推进了 为什么呢 受害者尸体没找到啊 警方啊 也找了专业的水下打捞队打捞 但是捞了半天 掏给人家不少打捞费 什么也没捞出来 这一次打捞 按照之前的约定 警方就支付了将近一万块钱的费用 那段时间呢 水库边上的人 天天都看见警察 在水库里边划船 反正就是不停的划呀划 找呀找 水库边的岸边 包括这山上也出现了民警的身影 刑侦大队呀 反正每天都会派出民警 租上那么一两艘小船 就在这水库上划船 因为按照以往办案的经验 尸体被沉入水里 一般四五天也就浮出水面了 此时警方还有张小华的家属啊 也都怀揣着一丝希望 什么希望呢 原来当地有过绑架案件 受害人呢 被人扔进水里了 但是在水下挣脱之后 自己又游上岸了 最终捡回一条命 警方包括张小华的亲人 就也希望张小华并没有死 而是挣脱之后 自己能够爬上岸 所以呢 警方就希望在水库边上啊 在山上啊 找到一些痕迹 民警们没日没夜的 就在这水库找 可是找来找去 也找不出什么来 这时候啊 就开始推断 张小华的尸体 有没有可能 从水库的排水口流出去 于是呢 又安排民警 沿着河道下游 一直寻找 但是都没找到 到了2010年 8月8号 尸体还是没找到 唯一让民警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呀 从水库里打捞起了张小华生前所穿的长裤 皮带 以及他开的那辆汽车上的棚布 之后啊 公安局的领导再次走访水利专家 最终让专案组确定 尸体不可能从水库口随着这水流出去 尸体啊 依然在水库里面 而此时张小华的家属啊 那这心情是又悲又痛又急 见到民警 那就是以泪洗面 先后到平湘市公安局 江西省公安厅上访 就一个要求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就在这期间呢 上立县公安局通过相关的渠道就得知 云南省昆明市有一家水下打捞队 有非常先进的打捞设备 能通过高清电子探头来进行水下的搜寻 专案组领导呢 立刻联系上了这家打捞队 但这家从千里之外请来的打捞队 辛苦打捞了一个星期 还是一无所获 2011年春节过后 打捞和搜寻工作 再次提交到了县公安局的一时日程上 没有打捞到实体这案子 就等于没结束啊 这工作还得继续啊 可是从案发到现在 公安局这打捞费都花去20多万了 县公安局呢 又积极的向县政府争取专案经费 充分的保证这经费会专款专用 除了县公安局市公安局的领导啊 也多次前往现场指挥打捞 并且指示不惜一切代价 也得找到受害者的下落 因为张小华的尸体没有被找到 所以这案件也迟迟的不能移送起诉 这案组民警急的都不行了 通过各种途径四处打经 就问哪有能干这事的打捞队呀 这时候啊 别人又告诉了一消息 说江苏省严城市有一家水下打捞队 他们的专业水准非常的强 于是呢 立刻和这个打捞队取得联系 但是啊 这打捞队开出来的价钱很高 他们呢 是由潜水员直接下到水底来找寻尸体 如果捞到尸体了 直接收费10万元 要是没有捞到一天就得收八千块的基本费用 贵吗 真贵 但是为了能尽早找到受害人的尸体 专案组还是答应了这个打捞队 可是结果呢 也不理想 先后重金雇用了四个专业打捞队 这钱那是花的花花的呀 是吧 可是怎么样 钱花了这么多 依然没在水库里找到受害者尸体 办案民警这时候就怀疑 是不是犯罪嫌疑人说了谎了呀 故意编造谎话 就是为了让案子迟迟起诉不了 他们呢 也就能够保住自己这条命 于是啊 局里边又请省公安厅的专家 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进行测谎 最终 测谎专家认定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没有说谎 尸体呀 应该是沉入了水库底部 警方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搜寻 可是迟迟的没有找到张小华呀 张小华的家属啊 那真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2010年9月份 家属就在网上发了一帖子 重金悬赏 郭底谈捞尸 张小华的父亲张义军呢 说在这期间 他还赶到了浙江宁波 找到了全国劳模 郭文彪 大家应该对郭文彪 非常的熟悉了 有着几十年的水下捞人经验 救人无数 并且不收取报酬 郭文彪在得知事情原委之后 赠送了一套 自己发明的打捞工具 给张义军 拿到工具之后啊 张义军连夜赶回上利县 并且组织亲朋好友 再次进行打捞 即便这样 还是没捞出任何结果 张家人心里的这种苦 这种急 公安局专案组 也知道 也理解 当时的领导还说呢 我们呢 非常理解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虽然犯罪嫌疑人 已经抓获归案 他们呢 也供认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可尸体没找到 案件就没有办法最终定案 凶手就没有办法 得到应有的严惩 时间一眨眼 从张强王富荣被抓 已经过去十个月了 在这十个月的时间里啊 案件呢 从公安机关移送到了检察机关 但是检察机关 人没法提起公诉 就要求警方啊 补充证据 最为关键的 就是受害者尸体 得一切又重回原点 为了让不法分子 得到应有的惩罚 平乡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两次延长了犯罪嫌疑人的积压期限 可积压期限一天天过去了 受害者的尸体 要总是找不着 你也不能一直这么压着呀 很多民警啊 这时候急得嘴上都涨了水泡了 在积压期限之内 找不到受害人 那么这起案子就无法成立 就没有办法 只张强他们的罪 上立县公安局 只能是继续坚持不懈的寻找尸体 这期间呢 又从湖南省长沙市 请来了一支水下打捞队 打捞了十天的时间 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水利专家说 锅底潭水库水面深度达到六十余米 水库底部的水温只有三度左右 而在这一水深层面呢 水压很大 基本上没有鱼活动 尸体一旦沉入水库底部 基本上是浮不上来的 直到2011年春天 由于长时间的干旱 给警方呢 寻找尸体提供了一个便利 11年4月20号 赶在讯息到来之前 县公安局再次聘请了江苏省延城市的那个水下工程公司到水库进行打捞 同时呢 组织民警对水库周边再次进行细致的搜索 当年4月22号 延城这家打捞队派出了一名具有丰富打捞经验的潜水员就下水了 下到水下10米左右 那下面就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湖水啊 冰冷刺骨 这个潜水员事后回忆说 因为事前知道是打捞一具已经沉了9个多月的尸体 要说下去的时候一点不害怕 那是不可能的 他呢 就一直顺着水库堤坝的石头台阶就往下摸 10米15米20米 越往水下 这水温是越冷 这水压呢 也让人难以忍受 在潜入水下一个小时之后 潜水员在差不多35米的水深处摸到了一具尸体 由于水下一片漆黑看不见 只能是靠双手的感觉 因为担心哪 这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他也没敢用力的拉尸体 立刻进行了方位固定 浮出水面 向大家报告 湖面上的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是办案民警期盼已久的结果呀 这更是受害者张小华家属最期待的 4月23号 尸体顺利捞了出来 专案组呢 在第一时间把有关证据送往江西省公安厅进行DNA鉴定 最终鉴定结果显示 打捞上来的尸体 就是受害人张小华 从而啊 这一期在平乡市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恶性案件 终于是成功告破 而此时上立县公安局为了打捞这具受害者的尸体 也投入了三十多万余元的费用 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又耗费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 得亏案子是破了 张强和王富荣也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2011年5月26号 张小华的亲属啊 带着锦旗来到了上立县公安局 感谢公安民警的付出 正是因为民警的坚持不懈 这才让这起事件最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7年3月的某天下午 几个来自外省某市公安局的刑侦和技术人员 敲开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总队 刑科所法医室主任严建军的办公室的大门 几个人呐说明来意 原来是他们所在的某市某县某厢的乡办公厂 当天早上呢发生了一起命案 女工邓某被发现啊 被勒死在了他工作的钻床旁边 这件事在那个乡办公厂 甚至整个乡镇都引起了轰动 闹得很大 群众都说呀 凶手是邓某的丈夫王某 当地警方经过勘察 也在事发现场 发现了王某的脚印 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王某勒死了邓某 即便说有证据证明王某 具有足够的杀气动机啊 所以呢 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棘手的 想到上海的刑警803 大名鼎鼎 而刑警803里还有个精通现场勘察和尸检的 研发医他们还知道上海市公安局的头头脑脑们总喜欢把有刑案找研发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所以呢 他们慕名而来 想请研发医一驾去当地指导工作 当天呢 赶上颜建军 喉咙嗓子都闹毛病的很不舒服 但是很干脆的一口答应下来 带上一个助手 拎上工具箱 就跟着他们去了 在路上 颜建军呢 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死者邓某和他丈夫王某的情况 夫妻俩啊 自从结婚以后 一直为了经济问题 吵过好几十回了 不过都是小吵小闹的 先前的邻居还劝劝 但时间长了 邻居也懒得劝了 反正最多吵半个多小时 基本上就能消停下来 不过在案发前一晚 王某的武汉老家 来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前来投奔 说是同村的妹妹 想让邓某帮他在相办工厂里边找个工作 邓某根本就不信王某的说法 认为丈夫啊 是在背着他搞小三呢 顿时是火冒三丈 指着王某跟那姑娘的鼻子 那是破口大骂 王某这时候脸上啊 也挂不住了 就出言反击 这夫妻俩 这也算是彻底爆发了 这一顿吵啊 邻居来劝呢 也不管用 最后还是相派出所出面 把这俩人强行就隔开了 邓某某呢 就扬言说了 要让那狐狸精进场 除非我死了 当天呢 正好是他上野班 所以他直接回了厂里 独自上野班去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 来换班的女工 在钻床边上 就发现了邓某的尸体 立刻就报了警了 县公安局的技术人员 和法医 勘察现场之后 初步断定 邓某啊 是被人勒死的 而首要的嫌疑对象 就是在前一天 和他爆发激烈争吵的王某 在群众走访过程之中 有群众也反映 说当天晚上 看见王某 朝邓某所在的 相办工厂的方向走 有厂里的工友 经过车间外边的时候 还听见里边有争吵声了 再一联想到 邓某曾经扬言 如果让王某的老乡进场 除非他死 县局刑警队的侦察员 初步认定 王某有作案动机 也有作案时间 于是王某被拘留审查 但是王某 无论怎么被询问 只承认他当天晚上 去厂里找过邓某 想求和 然而当时呢 邓某正在气头上呢 一顿臭骂 把他骂了出来 坚决不承认 自己杀害了邓某 再说了 当天晚上 也确实没人看见 这俩人是不是在车间里 发生了肢体冲突 王某 要么就是死扛到底 要么就是真的 被人冤枉了 没办法落实 王某的罪名 也没办法 证实王某的清白 这个案子呀 就这么僵持下来了 可相伴工厂的职工们 群情激愤呢 他们认定 王某就是杀害 邓某的凶手 要求公安局 对这个事 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 对王某 也得查个水落石出 否则呀 拒绝上工 我们不干了 今天是邓某 被杀死在自己工位上 那明天谁知道 会轮到谁呀 邓某的家人 亲戚呢 也很激动啊 嚷嚷着 一定要把王某 绳之以法 一时间呢 舆论汹汹 于是乎 焦头烂额的 县公安局刑警队长 想到了他在上海 学习进修的时候 听说的那一句 有刑案找研发 严建军 首先对案发现场 钻床的油壶 回丝 点开关 吊机 钻头 卡齿等部件 一一的仔细查看 随后又询问目击者 根据最早发现尸体的目击者描述 邓某被发现的时候 原本呢 在他脖子上围着的一条 尼龙围巾不见了 这种围巾是他们工作的时候 必用的劳保用品 作用呢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围着这脖子 以免飞溅的铁蟹溅进去 围巾的佩戴方式是绕脖子两圈 最后在左侧打一个活扣 活结 严建军立刻询问县局的侦察员 现场勘察的时候 发没发现这围巾呢 侦察员呢 立刻乘上了一条 被物证收集袋封闭的围巾 严建军拿来一看 发现这条围巾的一头 有两个小裂口 上面呢 凝结着一些铁蟹 整条围巾呢 被凝结成调锁状态 另外 还有一个细节 发现邓某尸体的时候 钻床 还是开着的 完事以后 又前往县医院的太平间 对邓某的遗体进行了尸检 尸检发现 邓某浑身上下 除了颈部的一道深深的 并且带有明显摩擦痕迹的勒沟之外 其他的部位 没有任何伤痕 头面部皮肤 牙齿牙齦 以及嘴唇 都没有任何破损 四肢也没有任何外伤 指甲缝里 除了少许铁蟹之外 很干净 没有其他的东西 死者衣着整齐 头上还戴着安全帽 脸上还戴着防尘口罩 说明邓某在死前处于工作状态 既然是工作状态 必然得戴着那条尼龙围巾 但他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围巾却并不在他的脖子上 而是被卷成了条状 出现在离钻床七八米远的地方 至此 颜建军法医心里边大致有数了 如果他的判断没错的话 邓某的死因 既不是自杀 也不是他杀 而是意外 放下手里的工具 摘下口罩 颜建军法医用沙哑的声音 向等待结果的县局侦察员说 首先呢 他不是自己勒死的 如果是自勒而死的话 颈部的勒勾会比较浅 双手会弯曲上举 保持一个手握绳子的状态 县局刑警队长点了点头 对 颜法医说的没错 我们当时也判断 邓某不是自己勒死的 颜法医接着说 第二 他也不是被人勒死的 这话一出口 大家都愣住了 在场的侦察员 包括队长在内 都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 盯着颜法医等待着他的解释 他如果是被人勒死的话 身上往往会留下一定程度的抵抗痕迹 而我仔细检查了他的遗体 他的头面部没有暴力性损伤 牙齿无松动 牙银没出现 嘴唇青紫色 但没有破损 四肢也没有外伤 衣着完整 头上还戴着安全帽 防尘口罩也还戴在脸上 如果是被人勒勒死的话 他身上不可能这么干净 绝对不可能 所以 我认为这是一起工伤事故 邓某是被钻床在极短的时间内 瞬间勒死的 这种情况 极少见到 但确实就发生在他身上了 勒死他的 就是戴在脖子上的尼龙围巾 围巾绕头两圈 最后在左边打个活结 活结有两个头 一头可以拉开活结 一头拉不开结 由于他操作的时候 可能离钻头太近 恰巧拉不开结的那头 不幸被钻头缠绕了进去 然后钻头将围巾 飞速的卷拉 瞬间把他活活勒死 过程很短 他根本来不及做任何的承扎 然后钻头还在转动 最后把围巾带离了他的脖子 被甩出老远 为证明自己的判断 研发医又拿出了那条面目全非的围巾 你们来看 尼龙围巾的这一头 因为高速转动的钻头的热力作用 变成了凝固的调索状态 头上还有两个小裂口 这是被钻头铲破的 我估计不错的话 围巾上沾拧着的铁蟹和钻头上的铁蟹 应该是同一物质 你们可以拿去复查 经过复查 围巾上的铁蟹和钻头上的铁蟹 可以做同一认定 向公安局随后用相同的尼龙围巾 仿造邓某当时所处的环境 在钻头上做了模拟实验 得出了和严法医的估计极为接近的结果 至此 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侦察员们 对严法医是心服口服 王某呢 也被解除了刑拘 恢复了清白 见到严建军法医 哭着就跪下了 不停的喊着救命恩人 平时不够言笑的严法医 马上把王某扶起来 只是很平静的说了一声 不要这样 我就是干这个的 再去 上